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utoman 看到我手上這一把 超屌的 步槍了沒有 而且 為什麼他這一版的步槍做這麼大隻 然後呢 切換第一人稱 其實有跟沒有一樣 是我的錯覺 還是說他這個版本的步槍真的是變大了 好吧 不管了 反正呢 就是這個步槍其實真的還蠻有用的 個人覺得無限子彈就是屌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幹什麼呢 一樣沒有錯 我們今天呢 那一樣要玩我們這個潘朵拉模組 我們還有大概 初估大概還有六七隻的恐龍沒有 放出來 玩看看 這個應該是快速熔爐啦 反正我們就稍微做一下好了 除了恐龍之外呢 我們這些東西還是要稍微關注一下嘛 對不對 不要枉費我們潘朵拉作者的辛苦 好不好 我們稍微做一個發電機 這應該都是無限發電機啊 都是無限攻擊的樣子 我們來做一個最強的這個盾好了 這是上帝泰克防護罩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防護罩 是差多少我不曉得 總言之呢 都來試試看 來來來來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熔爐好了 這個熔爐怎麼長這樣子啊 誒 誒 被阻擋 怎樣他是有放置的限制嗎 感覺他 每個地方都不能放誒 他都被阻擋就保啦 怎麼辦 我想一下喔 我 我站在遠一點的地方放 做一個 做一個 地基給他好了 好不要說我們對他不好 我們這個也都還沒拿出來看 好這個是需要電力的啊 開火時還需要消耗子彈喔 這麼麻煩 來來來我們地基先把它弄出來先 呃 地 地 來 我們需要的材料 擦 擦毛草了 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拿我們的十字鎬了齁 好像久到連我們這邊自己身上都 喔有 為什麼會有十字鎬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啊不要問我 我想說我已經很久沒有搞這個東西了 居然還有十字鎬 好吧 我們現在稍微去砍一下木頭 這可以砍嗎 他居然不能砍喔 天啊 誒 這附近一棵樹都沒有啊 這都被我剷平了是不是 喔有啦這前面啦 前面有樹前面有樹 哎呦 怎麼又來啦 欸 啊抱歉我吃了不該吃了 咕幾隻 欸這隻背後到底長什麼 背後到底什麼東西 BGM BGM鳥 BGM Bird 他是專門在製造音樂是不是 好沒關係 上次我們把它幹掉了對不對 我們這次應該可以直接馴服它吧 好我們這次來馴服他一下 他應該不會攻擊我 欸他背後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欸小丑面具欸好恐怖喔 要餵一條魚 好那我們來餵一條魚好了 那個小丑面具還有想到說 你想要漂浮嗎 還蠻恐怖的 來 來 我要魚快點 一條魚就好了 來 你們有被魚打過啊 各位觀眾們 你們有沒有被魚打過 那種感覺 真的是難以言喻啊 你們說是不是 他為什麼越 越犬越下去了 有點恐怖欸 阿對阿 阿對阿 我手上這個不是魚嗎 等一下 我手上這個不是魚 那什麼才是魚 大大 還是你要吃的是 櫻花勾吻龜 阿 你要吃櫻花勾吻龜是不是 我來想一下怎麼辦 去 鳥兒去 快點把他叼回來 非常好 帶回來帶回來 快點 欸阿我不是設定 取回嗎 阿你那裡 把他吃掉了 可惡 是因為沒設定乾淨 喂 唉唷笑一跳 不是馬兒啊 STOP 請你停止你愚蠢的行為 喔現在終於有了齁 真的是 這麼的辛苦阿 來吧 帶那隻給我回來 水啦 喔 我們這個龐蘭大戶 這個小丑鳥呢 可能真的是要吃這個 欸 你把他丟在地上 欸 阿沒關係 這樣也是可以的啦 阿 阿 就是 被魚鳥抓 被魚鳥吃過的 比較甜就是了 他是有辦法吸收是吧 來 我們乖乖讓他吸收一下 你看都變金黃色的有沒有 有被魚鳥抓過的 都是金黃色的 阿 阿沒有被魚鳥抓過 自己野生帶出來的 阿 都是一般的屍體 阿 如果這樣你還不吃 阿 我照幫你摘了 你真的還不吃阿 你到底吃什麼 你這個上面的顯示是騙人的吧 你浪費我這麼多時間 你這樣對嗎大哥 昌訓你 嘿嘿 哇 訓服了 他直接 站在我的頭上 欸 哇 這是怎樣阿 怎麼感覺有點屌欸 這個身材不成比例阿 我可不可以坐在上面可以 哇 坐上來了 我可以幹嘛 哇 什麼東西不見了 剛剛什麼東西不見了 嚇死我了 右鍵是幹嘛 右鍵是在 在水裡游泳是不是 呃 欸 請你恢復正常 拜託 欸 他那個游泳的 這在水裡真的是太慢了 怎麼那邊又有一隻戰神阿修羅阿 阿修羅阿 最近這邊這麼會生怪喔 C鍵有什麼功能 喔又有BGM 阿修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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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應該不是在跟他玩耍吧 我們應該要去的應該是 我們要幹嘛 欸其實我忘記我們最初是要幹嘛 呃... 我們要幹嘛 喔 我們要蓋熔爐啊 嘿 弄個熔爐弄老半天 嘿 都要發飆了是不是 我們那個十字弓放回來齁 啊我們的十字鎬 嘿 不要再拿麻醉槍啦 已經不流行啦 現在流行什麼 流行拿茅草啊 是不是 欸終於有第七了 搞這麼久 笑死 啊 這樣不優啊 我看一下我們熔爐蓋哪裡好啊 啊他需要的範圍好像很廣的樣子啊 好我們就隨處蓋吧 呃...蓋在... 也不能蓋太遠 蓋太遠如果你要燒東西 也是很麻煩啊 不如我們就蓋這裡好了 顆顆 來看一下熔爐長什麼樣子 呀 嗯呀 喔呦這個熔爐好有心喔 有秘局恐懼真的不要看喔 欸他好像不能燒耶 還是說直接丟進去就可以直接燒了 有這回事嗎 呃...可是我好像沒有燒了素材餒 欸...欸...欸...不能燒肉 好啦反正呢應該是 金屬丟進去應該是立馬就燒出來的吧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潘朵拉的發電機 這個潘朵拉的發電機呢 蓋上去 啊應該是絕對防禦了 啊...我指的絕對防禦呢 是他可以...不需要任何材料發動吧 啊... 呃...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 打開他的道具欄呢 欸...這是假的還是真的啊 算了不管了 欸...我們還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開動嗎 不行 為什麼只剩拆除劍 你們全部都在呼嚨我是嗎 啊... 喔...有了有了 嚇我一跳 原來是我指令沒有開出來 抱歉 來... 呃... 你吃什麼啊 金屬碎片 來給你吃一個 供電啦 來... 你也要開始工作啦 你這傢伙...工作一下嘛 一樣給你5片 喔...準備要啟動防護盾了 還要倒數8分鐘的時間 其實有點長 我們不要理他 那這樣照理來說呢 這個工業熔爐應該是有用處的吧 因為剛剛我指令忘記開出來了 因為我剛剛要制止一下那個Sharpy的歌 我重開了一次 重開了一次之後呢 我的藍圖全部都要重新 再啟動一次才有辦法看他的藍圖 所以說... 所以說... 所以說他還是沒有啟動的選項 沒有可以燒的選項 我們丟木頭在裡面看一下 不能燒 那他就是自動紀念而成的 算了 好吧...這就是我們的工業熔爐跟這個... 泰克巴煉機 泰克... 應該是說潘朵拉系列的 待會那個防護罩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還有什麼 恩... 手榴彈應該是還蠻強的阿 什麼東西掉下來了 好...沒事 抱歉我看錯了 好...這手榴彈應該是還蠻強的阿 不過我們下次再講吧 我們現在來弄一下恐龍齁 我們已經拖太久了 感覺有點不爽了 好不好...這兩隻是什麼 我們今天來看這兩隻好了 small 是小的意思 big 是大的意思 所以說這是一大一小 是的...是這樣意思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一大一小 好...今天就看這兩隻 應該也是可以啦 應該也是可以啦 剩下的話一個...這個看過了嘛 一...二...三 我們也是可以再叫一下這個啦 三隻可愛的小動物 今天的主題 人家是三個傻瓜 我是三個可愛的小動物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三隻好了 好...然後就很快速的把今天這一集給結束 是吧 原來老頭呢...四天都會不在 所以這些都是預錄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隻 第二 欸不對阿 這一隻跟這一隻有什麼差別 阿一模一樣 阿你是不是在搞啊真笑欸你 好 痾 去找你的哥哥啦 阿 你們兩個是一體的 所以說 那一個是 火焰 我們之前最早遇到的火焰水塔 那這一隻小隻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阿 阿一小就真的是很小啦 可不可以起 阿 還可以起 我直接變成他了吧 根本不用起 根本不用那個啦 哇 超小隻的欸 好可愛喔 阿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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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看不到 C劍 C劍在那邊耍耍滴能 耍可愛 阿他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阿 喂 喔 長這不得性 給你 好我不要 看一下有沒有攻擊力阿 威 阿喵 哇 1895 哇189萬多 好 原來長這不得性這麼小一隻喔 天啊 Gi-Mu-Se-A 好了 你們又多了一隻小火 小夥伴了 有沒有很開心 好我直接從到身體裡蹦出來 結果呢 這個居然會讓我 啊啊啊啊 這個 這隻不優啊這隻不優 我說真的 他這隻讓我直接 吼吶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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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B 吶不是吶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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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抓不住我掉下去了 我還沒回來了 終於可以踩到陸地了 剛才踩到陸地上的感覺真好阿 你們說是不是 來來來 棒棒棒 哇 兩隻長一樣 左右護法 有沒有 感覺很兇 我們還有一隻沒有召喚了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一隻 小小可愛 你在哪裡 啊 在這裡 嗯? 沒東西啊 欸 欸 欸 你就這樣跳走了喔 等一下 是馴服過還是沒馴服過的 欸 我召喚出來居然是沒馴服過的啊 他完全不理我欸 還要手動馴服是吧 你吃這個嗎 啊 野生等級1 感覺不是靠近馴服 這個傢伙射得暈嗎 這傢伙為什麼召喚出來 然後是不能 不是直接馴服的那一種啊 是bug嗎 欸 我射暈他剛剛好了 哇 我好像被反傷欸 他好像是不可傷害的欸 而且我靠近他 好像沒有說要怎麼馴服他 對啊 對啊 怎麼辦 這隻招牌出來幹嘛的 BOSS餒 該不會 要吃BOSS的這個 三項之力 完全不想鳥我了 他沒跳他沒跳出那個顯示出來 我覺得我們用恐龍把他殺死看會怎樣好了 用哪一隻 我們用我們用那一隻 不要啦 等一下用那一隻直接又掉到水裡了 好 我們用這隻打好了 在哪裡 攻擊他 嗯 好不好去哪裡了 消失的倒是很快嘛 好 在那裡 攻擊 啊 去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bug 好 開始多而滾了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滾下來其實還蠻可愛的 好 一件很傳說獸皮 好 行 好吧 這隻招牌出來不是直接馴服 還蠻奇怪的設定啦 應該是bug 我覺得 好不好 好啦 今天這三隻稍微就是做一下介紹 大概就長這副德心 啊 那 剛剛也遇到很奇怪的就是那隻蝦瓶鳥 我是覺得那隻蝦瓶鳥還蠻屌的啊 啊 就是會不會到後面每一隻BOSS 不是每一隻BOSS 會不會到後面每一隻恐龍都會有一首歌 好 那我就覺得有點有點無言 好不好 好吧 那今天先到這裡啦 感謝各位喜歡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或者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模組介紹再見啦 掰掰